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 哎呀,又没忍住啊,跟大家唠两句 关于这个二舅的作者 一个猜想终于又发了新的视频 时隔多长时间了 底一个半月了吧 还以为它就此隐退呢 哇,这次出来之后 带着一个四十多分钟的一个长视频 我看完之后你知道 我这一口老血差点也没喷出来啊 我觉得看完之后这个心情很复杂 哇,这心情很复杂,一言难尽 因为它这个视频的内容量真的是够丰富 够丰富,我尽量跟你们说一说 反正你们看了之后 看能不能跟我产生一丢丢共鸣 首先吧,它这个视频啊 又戳中了我特别讨厌的一点 就是说它这个人做视频 做关于二舅系列的视频的东西 它拿二舅当工具人 它拿二舅当素材 它拿二舅的精力 当它要陈述的某个观点的一个辅助的支撑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不喜欢的一点 你知道吧 现在这个视频呢 关于这40分钟的视频啊 它的这个VO部分 就是画外音的这个部分 和铺的视频素材的内容啊 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能想象吗 没有半毛钱关系 先给你讲这个视频内容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你眼睛看到的内容是什么 它也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就这个二舅呢 从那个你知道就是这个 二舅不是这个木做木工活的手艺人吗 他要做个什么东西 对吧 当一开始呢 砍树叉啊 拿那个抱子机在那里抱啊抱啊 然后砍呀 怎么弄啊什么的 但是也是要做个凳子吗 还是要做个什么 就是全程记录了这个二舅 从一个一堆这个枯树枝 一堆枯木头 最后变成了一个 一个小鹿的一个小铜椅 这小孩坐在上面 呜呜呜呜呜 骂了个 骂人骂人 就是你知道油管有好多这种视频 真的你可能从头到尾 没有任何就是做木匠活的人 一言不发 对吧 然后他只有一些锯木头的声音 鸟鸣的声音 没有一句旁白 没有一句同期声 但是呢 这个人一双翘手 就能把一个东西 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二舅你想想 他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人 又是在中国某某农村里面的 这个大院的这个景象 我就说 如果能把这些素材 放到油管视频上 这一条条视频做的 全是通往世界的 你知道 就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一种 常委内容的视频 这一条累积下来的点播量 这不得一条海了去 千万级别 我的妈 一条视频千万级别 如果开了后台的那个什么的话 那油管上能挣多少钱 你知道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我在看那个二舅的第一条视频 就那十一分钟那个视频的时候啊 因为掺杂了太多 这个作者主观的一些 七七八八的一些价值观的渗透啊 什么什么 然后灵星放了一些这个二舅做木匠活的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就会很让人忽略这个二舅真的是一个能工巧匠 真的是一个手艺人 真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就弄明白 我就不知道这个作者 你真的发现不了你二舅的价值吗 对吧 就是你对你二舅的这个价值判断 体留在哪一方面呢 OK 咱们继续讲啊 刚刚说到这个作者在这个话外音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一一在怼那些对他的视频 他本人以及对二舅造成伤害的诸位媒体 记者各路大仙各种人 然后大家就一一怼回去啊 就基本上没有除了没有点名道姓之外 但是基本上也把自己跟对方如何撕逼的这个过程 一一全部都阐述了 我是我是real佩服这样的人啊 哇塞 我就是对 我是觉得就是就是这个人不敢惹 这个不敢惹 就这一点我是佩服的 包括就是这个人他一直以来的这个使用语言的这种 这种做一个文学家的精妙 是吧 就是抖包袱呀 戏谑的这种风格什么的啊 就是你要单单纯要学习他的语言风格的话 是有有的一学的 但是但是但是从为人处事的风格和那个什么的话 我就持保留意见和态度吧 但是那个人别人要选择这么干 我也怎么说呢 就是也不能战术话不要疼 因为毕竟对他造成伤害的人 对吧 就是怎么惹到他的人 对吧 他都经历了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这个人他把自己包装成为了一个二舅的庇护者的人 因为二舅从头到尾 没有出来用自己的语言显露出自己一分一毫的的那个表达和心情 他全部都是在这个作者的这个笔下 然后作者把二舅变成一个素材来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 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那所有人对于二舅的身世之谜 他是否造假 他是否真的是怎么样的这些带来舆论的这些压力 可不就是你作者啊 你做了这条视频一手造成的吗 对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那这个作者他因为二舅这条视频火了 那你所带来的任何 不管是对你暴风咒语般的批评 还是这个对你的称赞赞扬 对你的喜爱 对你的打赏 对你的各种各样东西 那你不就得好的话地一起受着吗 对吧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你现在出来作为一个正义化身的样子 说二舅啊哎呀我要为你鸣不平 你看伤害你的人我都一一让他们给怼回去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相反而言 我觉得你欠你二舅的 人家二舅的本来的平均生活是被你打破的好不好 哎呀真的是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不会有人说我那什么 但是我真的我看到的我不眨眼睛 我看到的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觉得更扭吧的更扭吧的一点是 这个作者一直在强调他不在乎钱 一直在强调 比如说他的B站上面点点击播放的每一笔收入啊 就三千三千三千的打给二舅 三千三千打给二舅 然后没有通过这条视 这条视 这条视频去挣广告费 所以只有就是播放量的打赏 就那些那些钱啊都打给了 然后就说他也没有想通过这个事情 因为本来他的那个什么广告报价已经七万了 然后他如果一系列的运作和操作啊 先先先搞一波什么 然后再搞一波辟谣 再搞一波打脸 再搞一波什么 就是在这个营销的事件的这个周期里面去 不断的变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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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至少这个收入能达到七位数 但是他也没有这么的干 他只是等待事情的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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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然后到了今天 说终于哎呀终于觉得这事可以过去了 我忍无可忍了 我就又发了这一条视频 那你那我觉得你真的啊 就是好奇怪 你要真的不在意这个流量或者打赏 或者不在乎这些舆论的风暴 对你来的这些东西 那你如果不做任何回应 大家立刻也就会都会忘掉 就是你干嘛还要再去发这么一条东西出来呢 你发了之后你又说 我不在乎这些明爱力啊 钱啊财啊的这些东西 这个我也不拿二舅做生意啊 我也不怎么样 我就享受我这粉丝从八十万涨到二百六十万 已经很好了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觉得就赚钱 你合理的合法的手段来赚钱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啊 对吧 你想阿蒙我都出了新的主意了 你就淡化二舅的背景 你管他是小儿麻痹腿瘸的 还是打了一针 还是什么脊髓灰之炎 什么什么 那他就是一个普通中国某农村 普通乡村的老头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显是个残疾人 但是心灵手巧啊 笑容可居 然后做个什么小手工 做个什么小木匠活 一下图这做到这 很简单 你就做这个内容也很好 秉轻那些你自己强加在这个人身上 所谓价值观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IP把二舅打造成了一个 合理合法赚钱 而且能赚大钱的一个网红 对吧 但现在你把二舅的生活搞到现在这个情况 哈哈哈 哎呀我说他聪明的还是傻呢 真的是啊 我真的 我不能理解 我就是 哎 一言难尽 看他要说啥 行吧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关于这条视频40分钟到底讲了个啥 我真的 凭我拙劣的语言一言难尽 我没有办法 你看了我这条视频 你就知道那条视频就是啥 你要想看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吧 但是真的是这个 对对对对 你我觉得 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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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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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